大家都知道 那媽媽很偉大 可是很多媳婦 都不孝順公婆是什麼道理 有人在問 就是主播高玉玲就跳出來 她就說拜託 媳婦又不是公婆生的 比較孝順的應該是從 婆婆肚子裡出來的那一位 就是兒子 對不對 那有人說 妳現在觀念怎麼會是這樣子 妳怎麼會講這種話 這五千年的歷史都白念了 怎麼會把孝順公婆推給兒子 好 這時候高主播又回答了 她說拜託 妳自己的父母親不孝順 還要推給別人家的女兒 好不好笑 她說我快要笑死了 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現場的來賓 妳怎麼認為 妳覺得孝順公婆 應該是兒子的事情 付主要的責任報局綠牌好不好 妳說沒有 應該媳婦來承擔的報局紅牌 請舉牌 兒子綠牌 媳婦紅牌 請舉牌 兩個可以嗎 兒子的責任重 媳婦是愛屋即屋 順便 OK 這樣子 兒子先 媳婦都在後面 是 妳如果妳怎麼樣 對待我的父母 我就怎麼對待妳的父母 所以這個是對等 跟以前以後不太一樣 OK 比方說 我剛剛自己講說 他如果孝順到父母 你這個是對我 你對我家跟我對你家 是一樣的 要一樣的 因為我其實有很深的感覺 就是我那時候 我很孝順我的公婆 但是我的前夫 並沒有這樣同等的 對待我的父母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都覺得不行 對 要對等 OK 好 我先問一下文婉 妳以前回婆家的時候 妳前夫都把妳推在前面 什麼情況 我那時候跟他交往的時候 應該是從交往開始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次去他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一進門他就說 妳往前 妳往前 我就想說 應該這是妳家 怎麼會往前走 然後上樓梯之後 我就看到他爸爸 非常非常的嚴肅 然後就坐在書桌前 然後不苟言笑 然後沒有任何的表情 其實他明明已經聽到 門打開了 有聲音了 他完全無動於衷 面無表情 然後後來要叫 他兒子叫到他第三聲 他一樣沒有聲音 然後他兒子叫爸爸 爸爸 我回來了 爸爸 我回來了 完全沒有反應 然後這時候就 他就會推我說 然後叫 我說 阿伯 我來了 阿伯 你好 這樣 他就慢慢的把頭抬起來 然後就對我微微一笑 從此之後 你知道嗎 種下了 這個就變我的責任了 其實你知道嗎 從此之後 每次只要一去他家 我就走前面 然後接下來喊爸爸 或者喊阿伯就是我 你知道我做到什麼程度 陪他 他再看 因為他那時候很喜歡 研究股票 所以我就要坐在他旁邊 其實我什麼都不懂 然後他要非常非常認真的 看完一整份的晚報 以前有晚報 那晚報就有一些分析 我就要坐在旁邊 自己這樣 虛寒溫暖 這是什麼 其實我都不懂 可是你知道我發現 你很幫你做全套的 而且我發現 我有冷藏恐懼症 我就很怕人家 臉書不好 還是整個氣氛很尷尬 我會很 我自己坐不住 所以我就自己會活絡 那個氣氛 然後就問東問西之類的 然後他看完之後 他就默默地站起來 他就會上去 他樓頂的小花園 開始上火草 然後我就會跟在他旁邊 這個需要什麼幫忙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已經做到就是說 很... 我跟你講面面俱道了 然後後來其實我前夫 算是有良心 沒有 他就可能去找他媽媽 或者是挑比較那個 就是親口的事情去做 他可能去抽他的菸或幹嘛 反正他就沒有在旁邊 那我要講就是說 後來我前夫有講一句 很關鍵的話 他就說 其實他非常的謝謝我 因為他跟家裡面的關係 已經劍拔 弩張 冰凍很多年了 那因為我的關係 其實有那個融化的趨勢 然後我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潤滑劑 然後我其實一心 我後來回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你知道 我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父子關係 壞到這種程度 比方說我去 比方說幾次下來 去陪他看股票也好 方方面面的 你一定知道說 這是你兒子的女朋友 你知道嗎 有一次 他居然在交花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 看了我一眼就說 奇怪 你覺得他有一個 一起工作的一個夥伴 一個女夥伴 他就說 那是 我叫那個是他的女朋友 我就突然間就 我就認住了 然後我就說 有什麼 他說沒有 他們就這樣 舉止 很親密 覺得就是男女朋友 這樣 兄兄 你怎麼撞出來 這樣 到底 那我就是 我後來 那我那時候很傻 我那時候就說 這樣 我也沒有去爭取 沒有 我就心裡默默的 就覺得說 你講講不敢 想說這個女孩子這麼好 要講一些實話 我本來聽說有一年的 過年的時候 你的心情也非常受傷 發生什麼事 我前夫他有兩個哥哥 所以那時候是講好就是說 每年的初二就是大家輪流這樣子 初二回娘家是什麼樣的概念 是因為他有三個姐姐 所以我有三個大姑 所以他們有老公 有孩子 所以一家至少四個人起跳 有的是一家六口 所以其實大概那個初二 就二十幾個人 你算一算 連同我自己這一家在內 好 然後他說 出去吃就好了 這麼簡單 我前夫只講了一句話 出去吃這麼多 費用這麼高 那你呢 就是我們自己來煮 自己來煮 你看 又我來了 我要去扛起來 我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跑新聞 然後很忙 然後我只記得說 我大概過年前的一個月 我開始買菜 然後那個買菜是什麼概念 就是我婆婆帶著我 然後到中央市場去 因為他很熟門熟路 我覺得好像長輩都很喜歡逛 那種你知道 批發市場 所以他真的從第一攤 然後到最後一攤 然後再 本來都是很熟悉這樣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就跟著他屁股後面 然後他就看 然後挑 然後我就是當那個 旁邊那個小跟班 等到買足了 我兩個手是沉澱澱的 你相信嗎 我還要催催我眼睛 然後跟他說 虧口渴嗎 你會不會餓 我們要吃什麼 我真的不騙你 我做口碑的 我從前一端 走到後面一端 再走回來 沿路 他遇到熟的人 大家都說 你們女兒 我就看過 你當時這個女兒這麼漂亮 這我沒有家 我沒有家詞 那就是很誇張 我們初二當天 吃的是中午 你知道嗎 我大概前一天 我就已經開始睡不著覺 我非常非常的焦慮 你知道嗎 我凌晨四點就開始起來 就開始在這 船囊船塞 但是小孩子大概五點 他就開始 那時候我女兒很小 還要背 然後我就背著他 然後夾著鯊魚夾 然後開始就一個人 一直喘 你相信嗎 我從早上四五點起來 到十一點多 我都沒有上過一次廁所 你知道那個焦慮到 我覺得 我可能連上個廁所 我都覺得很奢侈 因為孩子要放下來 然後還要去上廁所 然後再背回來 我覺得我已經來不及了 我覺得我要準備 這麼多人要吃飯的東西 後來到十一點多 我真的覺得 我膨膨要補充 我已經受不了了 我再不去上廁所 我真的昏倒 好了 我就把孩子 放在床的正中間 我都真的 我都覺得看了沒問題 因為我趕快衝去再回來 OK 我跟你講 就是 我跟你講 就是怕萬一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他就偏偏掉下來了 就開始大哭 我心裡想說完蛋了 我就衝出來之後 兩個一起哭 我那時候 因為那個壓力 從一個月以來 然後到整理之下 然後到睡眠不足 我整個就潰體 我已經崩潰 你知道 就抱著孩子 開始就歇斯底里 我跟你講 就在那時候 我婆婆進來了 她有我家的鑰匙 她進來了 她說現在是 什麼情形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真的也沒有什麼 就理智線斷了 我說孩子摔到了 你要問我幹嘛 就哭成這樣 你要問我怎麼了 這樣我就只講這一句話 好了 她就不講話 都沒有講話 然後我就默默地 哭完了之後 把眼淚擦一擦 然後再繼續 把沒有完成的東西做好 那她一定會問我一件事情 那孩子的爸呢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他在幹嘛 他好像只負責把桌子 椅子 就是人家要坐得 打好 弄好 設定好之後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就放我一個人這樣子 焦頭爛額 那當然後來 他有來幫忙端菜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三個大姑來 就說媽媽呢 我說我不知道 可能在房間吧 我那時候已經 把那個情緒丟掉了 因為我就想把事情做好 好了 然後他就到房間去 他們三個就去找媽媽了 然後我就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也沒有去察覺什麼 反正就吃飽了之後 然後他們就是拍... 屁股要走了 就到門口 突然間 我婆婆就默默地轉過來 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然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然後那個眼神是很 沒有情感的 我從來也沒有看過 這麼冷 他就跟我講說 為美女開始 妳買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這句話我就認出 我當時還沒有辦法 會議跟做任何的情緒 可是他走了之後 我就整個人我就覺得 好難受 我難受到 沒有安慰 沒有那種理解 他也跟你說不用 他等於是說 對妳的否定 他說美女開始 好像給妳評分 沒有 你這麼辛苦 還要靠美女 而且還給我擺臉色 美女開始 妳就離開 妳不用去輪了 一直就這樣 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麼受傷 因為我的很多朋友說 拜託 妳要放拋 妳解脫 可是妳都不知道 媳婦的心情 其實那個反而是一種 覺得說 妳從此之後 他沒有看中妳 對 而且妳忙了 妳的努力是被打不及格的 是 他就說妳不要 好像需要的時候 什麼都是理所當然 也不需要說 他就變成外人 我想問一下 黃老師怎麼看這個情況 以我們 呂文婉的情形來說 他的爸爸是一個兒子 叫他三次都不理他的人 然後他就 呂文婉會去跟他撒嬌 跟他講話 可是這個爸爸 也很莫名其妙 不曉得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居然會冒出一句說 他以前有個女孩子 怎麼現在冒出一個女 這也不是一個父親 應該講的 那如果說外人來看 就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不中意 所以故意把這個事情調出來講 一個就是中意 但是我還在考量 反正我也是不舒服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下次再見 請多多一半 謝謝 還有